在后期修俗的时候 我会先进行基本竖直的调整 修正一下白平衡 然后对曝光的竖直进行一些调整 之后就会对照片增加一些色彩 特别是一些拍出来就比较平淡的照片 但我会发现 通过调整偏好当中的鲜艳度和饱和度 会影响整张照片的效果 很显然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如果只想要改变局部的颜色 又或者是某一种特定颜色的饱和度 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 如何对照片当中的单一颜色控制 调出一张有自己图特风格的照片 大家好,我是艾迪 我会在这里分享我的旅行摄像技巧 以及后期的修途教程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想要对照片当中的颜色进行管理 就要先了解并且记住 影响和控制颜色的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就是色相 Hue 用来改变照片当中的颜色 第二个是饱和度 Saturation 用来增加或减少颜色的鲜艳程度 照片之所以比实际风景看起来要好看 就是因为照片中的颜色更鲜艳 第三个呢就是明暗度 Luminous 增加颜色的明暗度 让颜色变得更亮或者是更暗 这三个关键词的首字母啊 组合在一起 就是HSL 也就是在Lightroom界面当中看到的 那个很奇怪的名字 在中文界面当中呢 它没有被翻译就直接被使用了 是因为它其实没有把翻译 它是这三个功能的 首字母的缩写 我在后期每张照片的时候呢 就利用这三种功能的不同搭配 来控制照片中想要突出的部分 或者是呢想要弱化的部分 这些竖直啊其实没有固定的搭配 在不同的照片当中呢会出现不同的效果 只有在后期当中呢通过反复尝试不同的参数 才能得到自己满意的效果 下面呢我就分别对每个功能进行详细的分析 如果想要改变照片当中某一种颜色 例如希望绿色变成蓝色 或者是红色变成黄色的时候呢 就用到了色相这个调整界面 这里说的想要改变颜色呀 并不是像Photoshop那样 可以把一个颜色轻易的都替换成另外一种颜色 在Lightroom当中呢 只可以替换调色牌当中 相邻的两个颜色 那么有人会问了调色牌是什么呢 调色牌是在任何一个后期调色软件当中 都可以看到的一个东西 无论是Photoshop还是视频调色软件 所有的电脑调色都是基于 这样的一个调色牌的色彩规律来进行调色的 也就是说呢 学会了这个知识点之后 以后无论什么调色都可以搞定了 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调色盘了 也就是说当我们想调整画面当中任意颜色 拖动相对应的颜色数值的时候 它只能被替换成它相邻的两个颜色 比如说这个橙色 我拖动这个数值 它可能会变成有一点黄色的浅橙色 或者是比较接近于红的深橙色 这就是变浅 比较偏向于黄色 向另外一个方向拖呢 就会比较偏向于红色 其他的颜色都是这样的规律 色相功能呢是调出特殊色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色调预设呢 都是利用色相工具来实现的 我自己平时用的Lighton预设也对色相进行了处理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我的预设CD Sunrise所产生的效果 在这三个功能当中呢 我使用最多的就是饱和度的设置 虽然我也会使用在基本面板当中的鲜艳度跟饱和度的数值 但却不会过度的使用它们 因为会影响整张照片的颜色 过度的饱和度呢 会让照片看起来极其的不自然 所以大多数的时候呢 我只会对照片中某一些特别的颜色进行饱和度的增强 比如红砖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这张照片当中的建筑大多数呢 都是红砖墙 但是整张照片由于是处于阴影下拍摄的 缺乏色彩显得十分的暗淡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使用颜色中的饱和度 单独调整红砖墙的部分 同样呢 也可以通过这个功能来降低某一个部分的饱和度 例如在这张照片当中呢 我使用了基本设置中的鲜艳度 跟饱和度 除了天空部分呢 过于蓝之外 其他部分我都十分满意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打开颜色中的饱和度设置 降低蓝色部分的饱和度 让天空变得更自然一些 是不是觉得比刚才看起来要自然多了 黄色部分也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 在我所拍摄的城市旅行题材中 调整颜色的明亮度 其实是使用比较少的一个 为了让这张照片当中的小松鼠 从背景当中更突出 我可以选择增加或者减少背景部分绿色的亮度 我相信这个功能在人像或者是拍摄有主体的题材当中呢 这个功能就会显得更有用一些了 在调整这些数值的时候呢 需要让我们选择相对应的颜色名称 如果我不知道该选择哪个颜色 或者不知道这个颜色该叫什么 怎么办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小工具 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在每个选项面板的左上角都有一个小圆圈 点击之后呢 鼠标就会变成有上下箭头的样子 将鼠标移动到画面当中的颜色上面 比如说在这里边呢 我想要选择这一栋说不出来什么颜色的楼 把鼠标放到上面 上下移动 这里可以看到呢 它影响了两个颜色 绿色和浅绿色 似乎浅绿色的影响更大 因为我每拖动一下 树枝调整的范围就非常大 我可以降低这个建筑的饱和度 来突出画面当中最主要的那个建筑 你可能发现我的这个界面 和你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使用的是单独模式 这样就会在打开任意面板的时候呢 自动关闭其他的面板 这个功能啊 很适合屏幕比较小的电脑 这样呢就不用不停的拖动右边的这个面板了 启动的方法呢 是在基本设置左边任意一个空白的地方 点击鼠标的右键 苹果电脑呢可以按住Ctrl 然后点击你的鼠标键 选择单独模式 一个小小的颜色工具 看似简单 但里边的门道啊 确实不少 这也是为什么我单独录制了一期内容 来分享给大家 因为它是一张照片调色的基础 我呢就是这么一个喜欢刨枝问底的人 遇到一个问题呢 我就想要找到它的源头 只有了解了理论的根基 才能更好的解决我所遇到的问题 如果一张照片的白平衡正确 曝光完美 再加上这么一点点的颜色控制 你就可以得到一张 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照片了 摄影的魅力呢就在于此 就算是同一机位 同一台相机 换了不同人去操作 结果可能会截然不同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让我们一起来玩摄影 我是艾迪 欢迎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在这里呢 分享旅行摄影技巧 以及后期的修图教程 我们下期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